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之前寫過一個層次,就是如果我要加1加299,那我使用4回圈來寫的話,那好處就是說,它有個頭有個回,那把這個頭跟就1到99全部累加在一起,然後再做輸出的話,這樣結果就OK了,等於四行層次可以解決問題,所以得到的結果是什麼,加總結果應該是4950,那如果今天我希望把它改寫成壞回圈的話, 那需要怎麼改,兩者之間比對加,是啦,如果這一道題,我們如果要用壞回圈來寫的話,那應該如何改,那總共會有三個地方一定要特別注意,哪三個地方呢?特別注意,第一個的話就是初始值,因為在4回圈的話,後面有個range,range的話會自動幫你加1加1,所以你就不需要加1,但是如果你用壞回圈的話,它沒有加1,所以你變成你要自己 手動加1,變成多有一行,就是要把i的值要加1,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條件,當什麼條件要跳離回圈,然後第三個就步進,步進就剛剛講那個,i的值要把它加1,所以三個地方,那其實就是跟這個有關啦,其實等於就是說,你們可以拿這個range後面的三個東西, 那理論上,就拿這三個東西來類比,比較能夠理解,所以如果我希望可以把那個,這個for回圈改成壞回圈的話,那第一個,我先把for這一行給註解掉,Ctrl1,那第二個的話呢,有三個地方,要必須要注意的,第一個的話就是i的初始值,你必須要另外再給它,所以i從1開始,所以i等於1,enter一下,第二個的話呢,就是壞回圈, 所以你壞回圈的話就把它打在這裡,那壞後面的話就是一個邏輯判斷,什麼條件,當什麼條件為True的時候,它會進入回圈,那為Force的話呢,它就跳離回圈了,所以當什麼條件呢,當i的值是小於100的時候,冒號,所以你會發現這第二個不一樣,第三個不一樣在哪裡,請你在那個壞回圈的執行, 這個敘述的區段裡面最下面一行,記得要把i怎麼樣,i等於i加1,也就是說齁,如果我要把什麼for回圈有沒有,改成壞回圈的話,那以這個壞加來看,壞加來看的話,它變成有三個地方不一樣,第一個不一樣在哪裡,這個地方, 你必須要把i加一個初始值,第二的話呢,while這一行,後面是一個邏輯判斷,第三個的話呢,這個少寫一個1,i等於i加1,OK,第三個不一樣的話呢,就是說呢,你的步進值喔,必須要把它拆開啦,所以其實你會看到喔, 如果用for回圈,感覺好像它就是集中在這裡,range裡面123就有了,但是如果你用壞回圈喔,你變成要把123這三個東西,分別要把它放在對的位置,那如果你放錯位置的話,你寫出來的程式就錯了,OK,所以看起來啦,如果以這一題來看喔,應該沒有人會想說, 把那個1加290用法回圈來寫吧,OK,看起來好像法回圈來寫應該輕爽很多,OK,但結果一不一樣呢,看一下喔,理論上應該是OK的啦,i等於1嘛,然後,也就是說進來,i也沒有小於100,1有沒有小於100,有嘛,所以就執行累加,然後呢,再把i加1,加1之後變成2嘛,2,過來2有沒有小於100,有嘛,對不對,所以就再加1,加1之後變成2嘛,2,過來2有沒有小於100,有嘛,對不對,所以就再加1,加1,加1之後變成2嘛,2有沒有小於100,有嘛,對不對,所以就再加1,加1,加1之後變成2嘛,2,加1之後變成2嘛,2,加1之後變成2嘛,2有沒有小於100 那什麼情況下會離開呢,那什麼情況下會離開呢,就是當i變成99的時候,累加有沒有,然後99再加1,就變100了,那110有沒有小於100,沒有啊,有沒有,100等於100啊,對,所以呢,當i等於100的時候,那後面的敘述,邏輯就為false了,如果為false的話呢,意思就是說,這個回圈就到這邊要停下來, 所以特別注意喔,後面就是一個決定說,他會不會執行下面程式的一個關鍵點喔,就是邏輯喔,OK喔,所以請各位特別注意喔,好,我們來試試看喔,所以其實程式跑完之後喔,理論上呢,得到的結果也會是一模一樣的,只是說喔,如果你現在自己,像剛剛的程式來看啦,因為跑後迴圈絕對是比較精簡的,所以這一點也是為什麼喔,其實我寫後迴圈, 還是多於快迴圈的原因喔,當然不是說快迴圈就一無四處啦,如果你是範圍的話,那比較適合用4迴圈,可是如果你只是一個邏輯判斷的話,並沒有累加的問題喔,那用快迴圈相對會比較優勢喔,所以這個可能要按照,你實際上發生的這個狀況來決定喔,OK,那所以第二個喔,請各位再改一個,一個一個這個,把,請各位喔,試試看, 你看,如果我希望喔,你把那個剛剛的99乘法表喔,也改成什麼啦,快迴圈的話,那這地方要怎麼改,所以喔,其實也是一樣嘛,所以以後,反正呢,你看到,後迴圈喔,其實說真的啦,全部都可以改成這個,快迴圈,只要注意三個地方,喔,而且步驟啦,甚至你乾脆用,固定步驟喔,保證不會錯,喔,我剛剛改了步驟, 其實基本上集中在哪裡,集中在這個range,喔,也就range啦,當然喔,這邊其實我剛剛會習慣上多一個,有沒有,它其實有1,0.10,0.1嘛,就把這三個東西拆開來,那怎麼拆,第一個喔,先把這一個註結起來,所以喔,Ctrl-1對不對喔,然後呢,就先給什麼,它的初值,所以初值i等1,然後呢,第二個把那個什麼呢,把4改成hy喔, 後面的話呢,後面的話呢,就是這個10,所以呢,把i什麼,小於10,也就是說呢,它這個條件喔,一定要為初,初的時候才進到回圈,OK,所以理論上喔,當i等於,i小於10的時候,它就進入到裡面的回圈,那在這個敘述,它底下的敘述底下,最後一行,加上i等於i加1,就步驟了, 有沒有,所以其實跟剛剛一樣,就是把這三個,1,2,3,拆成1,2,3,這樣就OK了,所以這也是一樣啦,執行會不會,結果會不會有問題,其實跟各位講,執行結果喔,應該也會是一模一樣的,九州懲罰表,輸出,完全不受影響,但問題來了齁,就是說呢齁,如果你假設啦,剛剛明明可以寫一行, 那你卻要寫三行,而且喔,這三行你還不能寫錯位置,寫錯位置,結果還完全不同,不過應該可以知道為什麼啦,齁,這個可能大概稍微集會一下,所以以後你看到喔,有一些人啊,寫的用,寫的程式裡面喔,明明可以寫很簡單,但是他卻用畫圍圈的時候,像我的第一個習慣啊,一律把它改成4圍圈,而且喔,這個狀況還非常多,我看很多人,很多書,作者裡面, 書本,程式的書作者,就是寫畫圍圈,喔,而且很知名的作者,就是寫著畫圍圈,我都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他把他寫的話,明明鳳回圈就會搞定的事情,你幹嘛把程式寫得這麼複雜,喔,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啦,那當然這個地方只是比較一下,喔,就是說你大概知道一下,到底鳳回圈跟畫圍圈的特點,差別在哪裡,喔,OK,那我剛剛主要是,1加299這個改效, 那就是要改一下,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那當然你如果知道說,兩者的差異喔,你將來在處理這個回圈的時候,當然呢,相對你也比較知道,用哪一種回圈,去處理重複性的事情,會比較恰當喔,那當然這個,也就沒有絕對的標準答案啦,因為說真的啦,有的人就習慣用畫圈圈,你叫他改他也改不了,OK,而且你會發現喔,像我覺得, 真的在坊間的書籍裡面,真的反而用畫圈圈寫程式的人還非常多,喔,其實,所以啦,你如果以後,假如你看到人家用畫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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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把它改成壞回圈 顛倒過來,怎麼樣再把它改回4回圈 所以兩者只要比較一下差異在哪裡 其實壞回圈最大的特點就是後面的邏輯判斷 不過另外還有一種寫法 就是說,如果你像有些時候 有些程式,你希望讓它一直跑一直跑,不要停 比如說像後面我們有一題拆數字遊戲 就是如果你要寫遊戲的時候 那你是希望它一直拆,拆到對為止才離開的話 那你用4回圈當然就不恰當,為什麼? 4回圈就是你要拆到對為止 可是你怎麼知道它拆幾次,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用壞回圈可能就要恰當 除非說你只能限制它,你拆三次就不能再拆了 那你就用4回圈 可是如果你讓它不斷拆,那就用壞回圈 所以什麼時候用哪一種回圈恐怕也很重要 不過我發現坊間書籍很少在跟你講說 哪個時候用哪個回圈 我覺得大部分就是說,它就跟你講4回圈這樣寫 畫的回圈這樣寫 但它沒有跟你講說,你為什麼要用4回圈 為什麼要用畫的回圈 這個地方我只要跟各位講 用對的回圈寫對的程式 這樣相對,程式也比較不容易寫錯 但是我自己的心得 正在寫後回圈比較輕鬆 可能因為你看1、2、3通通在同一行裡面 那後來回圈就變成要分成三行 顯然比較不符合我寫程式的精神 因為我寫程式的精神 就是第一個,程式越少越好 當然也必須要說追求程式越少 但還是要盡可能的就是說好理解 然後程式盡量自己寫完 自己也要能夠看得懂 OK,試試看 把那個剛剛講的那個加總1到99的程式 試著把它改成畫的回圈 第二個,也改改看 用那個畫的回圈 就是改那個九十八表 改完之後,看看能不能再把它改回來 OK,如果可以改過來改過去 那表示你對於兩種不同回圈的寫法 就有一定的掌握的能力了 OK